Hello,我是LivingSky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更换热水器的洋极棒 Anode Rod经验 洋极棒,Anode Rod 是热水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它是通过溶解自己来保护热水器 水箱内壁不会腐射而超人漏水或爆炸 每两到三年更换一次洋极棒的热水器 寿命高达20年 没有更换洋极棒的热水器 寿命最多7年 洋极棒由铝或铭制成 每洋极棒厂商的电流比铝洋极棒的强 因此它能更好的防止水箱腐蚀 在Home Depot 一根每洋极棒价格不到25加元 更换洋极棒所需要的工具 是一个1u1⁴的套筒扳手 一根比较长的金属管 以方便套在扳手上 在Home的位置指示灯闪烁表示供给正常 排水口也在底部需要用到一个螺丝刀打开排水阀门 冷水阀把手与水管方向一致表示供给正常 洋极棒在热水器的顶部 我们这个型号的是陷在洞里的 有的型号是漏在外面的 第二步切断水电器的供给 扒掉墙上的电源插头将冷水阀门转到与水管垂直的位置 切断冷水供给 按下Off键指示灯熄灭燃气供给切断 第三步排掉部分水箱中的水 先打开一个最近的热水龙头放水 降低水箱中的温度和压力 几分钟后随着压力变效 水流会越来越细直到停止 再将软水管接到热水器的排水口 另外一头伸进最靠近的地楼 然后拧开阀门 放掉大约十分之一的水 也可以全部放完 趁机清洗热水器 第四步移除阳极棒 将套筒送进洞中套在阳极棒的罗帽上 然后试着逆时针旋转 将阳极棒凝松 如果太近凝不动 这时候就要在套筒的把手上 套上准备好的金属管延长立壁 再逆时针转动 取出阳极棒 这时候要注意的是热水器会摇晃 所以需要一个帮手在对面付出热水器 另外要提醒一点是 如果水箱没放空的话 旧的阳极棒取出时 可能会带出一些水 所以要预先准备一块吸水的抹布 现在来看看取出的旧阳极棒 靠近上端 罗帽的部分已经完全融化了 腐蚀的非常厉害 再不换的话 热水器就危险了 这个阳极棒用了三年多一点 第五步 安装新的阳极棒 先在新的阳极棒的炉口处 用特弗能管道胶带缠上几圈 然后再放进热水器中 使用套腾扳手 将其拧紧 为了防止热水器摇晃 需要一个帮手在对面扶住 第六步 恢复供水供电和供气 确保底部排水管已关闭 插上电源 打开燃气阀和冷水进口阀 打开热水冷头 排出所有空气 直到噪音停止 清水流出 第七步 贴上标签 提醒自己下次换阳极棒的时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